你說一個聰明社會 還要搶大戲的女人 她的老公原來是想做女人 那是很震撼的 我覺得那群跨性別的朋友 他們都是想普羅大眾 對他們的眼光是普通人的去替代 其實他們都沒有做到什麼打架劫舍 或者一些不對的事 只不過是做自己開心的事 不應該對他們有什麼標籤 我們這部電影最直接的影響 就是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勇敢面對自己 放下你的抑壓 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抑壓 要誠實地告訴別人 我自己開心想做什麼 我不開心想做什麼 心裡的事要拿出來 要不是真的一個怪人 我家人經常跟我說 你需要不需要看醫生 尤其是拍完這部電影 我看看我 你真的不用看醫生 因為她經常見到我在家 突然間有自己 剛剛開心完 很快幾分鐘之後 跌到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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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哭 我想外面的普羅大眾 或者很多人都會有這種 公司上的抑壓 家庭上的抑壓 都會有很多東西出現 放開一點點 不要讓人都看到這麼認真 人越大 就越懂得去看開一點這些東西 應該就是這樣說 看開一點 我是一個女人 我外面不是 我裡面是 雖然我一開始 一點都不知道 跨性別人的事 是一件怎樣的事 甚至乎是 害怕 害怕拿手不來 不成小 然後是推的 已經是想 所以我 怎樣 害怕做不來 其實所有的女人心理 真的很靠你的觸覺去觸摸 或者很多東西是你學不到的 你去感覺 你知道女性的那種心態 她經常不開心 又想找一個男人去挨摸 那些受保護的那種東西 真的要去慢慢感受 我們根本就是一套 家庭問題的電影 一套 講一個人的抑壓的電影 你們問到會不會 香港的朋友 會不會這麼濫的事情 會不會不接受 我覺得 我們都不會擔心這些問題 我覺得香港的觀眾 是接受能力很強的 還有我好奇心都很強 他們會去看這部影片